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七一前吹奏紅歌 一名樂手倒地不治 湖南盛大驚喜受害人省府維權 有人被抓 世界新闻年会首度在台湾举办 聚焦AI地缘政治挑战 全粉色巴比梦幻屋 7月开放两天提供幸运儿免费住宿 首先来关注中国的消息 七一中共建党日来临之前 一名乐手在吹奏中共红歌时 突然倒地不起 引发热议 6月28日 据微博大V发布的消息 苏州会议中心27日举行的一场党剑演出发生了意外 消息称 由西美社区党委主办举行迎七一演出时 一位男性葫芦丝乐手在音乐声中倒在舞台上 经抢救无效死亡 画面显示 有几个人正在用葫芦丝演奏 吹奏中共的歌曲 站在中间的男子突然停止吹奏 随即倒下 现场一片混乱 有人打电话 有人给倒地男子掐人钟 做心肺复苏 但该男子两腿伸直 一动也不动 对此 有网友说 鼓吹邪灵死而后已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也转发相关消息称 庆祝党剑吹死了人 不祥执照 网友议论 音乐响起永久长眠 同事议论 疫苗复发偏在今天 一个月前 网上也传出演唱红歌出世的视频 画面显示 南昌市青山湖区多所幼儿园 正在区市政公用广场进行庆六一彩排 孩童刚唱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句 后方背景大型荧幕突然倒塌 导致九名孩童被压受伤 这是天意 这也是神的安排 我告诫他们一句话 我们要相信什么 要相信基本人类的基本价值观 要不能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 中共的党员不管是从最低节的到最高节的 哪个共产了 既然他们做不到共产 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 为什么要给他们唱赞歌呢 还共产主义接班人谁让你接班 你做梦去吧 这些小粉红们该刑刑了 顾国平说 共产主义设计者本身就是魔鬼 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不能为其唱赞歌 一个违背天意 第二个违背良心 第三个违背了道德 第四个违背了人性的价值观 违反了所有的人类的 所有的基本的概念 整个基础与思想 这样一个邪恶的组织 新潭记者陈杰 李珊珊 柏妮采访报道 湖南大型理财平台盛大惊喜 在去年爆雷后 全国各地有14万多的受害人 涉及金额约200亿元 6月27号大批受害人 冒雨前往湖南省政府抗议 要求归还血汗钱 受害人披露 政府不解决问题 还在抓维权的人 湖南大型理财平台盛大惊喜 去年爆雷后 相关官员扬言 我们跑路了 钱已经被我们用专业的团队洗干净了 并嘲讽受害人 天上没有掉馅饼 只有陷阱 引发舆论哗然 网传视频显示 本月27号 大批受害人冒雨前往湖南省政府门口 要求归还血汗钱 另一视频显示 受害人打出写着 盛大惊喜祸害社会官员站台荣誉护航的横幅 冒雨游行 湖南受害人陈女士表示 盛大惊喜成立25年 业务员把亲友的钱都拉进去了 全国各地有14万多受害人 涉及金额约200亿元 政府不让维权也不解决问题 还在抓人 大家对政府都很失望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P2P受害人披露 当初政府大力提倡金融创新 在中央电视台宣传P2P平台 把老百姓的钱搜刮完后 平台相继爆雷 政府宣布轻退 受害人被扣上参与非法集资的罪名 维权受到打压 6月14号上午 哈尔滨P2P受害人刘大明 到当地法院旁听受阻 因用手机拍摄被警察拘留10天 期满不放再拘10天 家中年迈父母无人照顾 呼吁外界关注 新潭记者雄斌陈杰采访报道 周三 中共官方消息 又有两名中共高官被调查移送起诉 据明慧网报道 两人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受到国际组织的追查 其中 金陵省政协原副主席 金陵市长张小沛 是金陵市连续第四任落马的市委书记 通报称 张小沛大肆打探案情干预执法 违规收受利金 卖官欲绝 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巨额利益 大搞权钱交易 非法收受巨额财务 涉嫌受回万罪 张小沛试图一直在吉林省 曾任集划集团公司副经理 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2004年起任吉林市副市长、市长、副书记、书记 吉林省政协副主席 另据明慧网报道 张小沛在吉林市任职期间 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负有责任 其中 朱燕六次被绑架 两次劳教 含冤离世 2006年 朱燕的儿子曹阳 到吉林市公安局门前打横扶 咬妈妈 被警察带走 不知去向 2012年 曹阳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时任市长张小沛 唆时不让放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出通告 追查张小沛的责任 同一天 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周建坤 涉嫌受贿 被立案起诉 周建坤一直在贵州省任职 曾在都云市安顺市任市委副书记 书记 市长 毕节市委书记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党组成员 列据明慧网报道 周建坤在毕节任职期间 罗翠勤 朱家彩和徐燕飞 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将周建坤任职的毕节市委 安顺市委和贵州省政协 列为责任单位进行追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雨薇综合报道 接下来请看中国一分钟 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先前表示 不反对乌克兰收回1991年独立时的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引发关注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8号回应时必谈领土问题 指出对乌克兰危机立场一贯 分析认为中俄关系脆弱 所谓合作无上限是空话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多家A股上市房企 陷入退市困境或已经退市 其中不乏地方龙头房企 在港股上市的中国房企处境相似 本月有超过20家房企人停牌 并不断有房企宣布美元债违约 进入毕业季中国青年失业问题 在浮上台面 中国内卷不断加剧 据陆媒报道 隶属中央企业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近期招聘一个综合行政职务 竟然有224位世界名校级的数博士生应聘 日本经济新闻28号报道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美中影响力拉锯战核心 南太平洋国家索罗门群岛 近年来已经沦为中共透过社群媒体 散播假讯息的新战场 每当锁国反中情绪高涨 社群媒体便出现企图扭转舆情 为北京洗白的可疑讯息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美中紧张关系备受关注 美国国会议员汤姆蒂凡尼 日前对本台发表了他的看法 并且特别指出 白宫应该有力地提出 中共迫害人权 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的问题 我真正渴望看到的是 是否会对拜登家族提出指控 他们利用自己的名义 和在美国政府的地位 为了换取可能来自 外国利益集团的钱财 都做了什么 是否会对此提出指控 因为这才是最严重的指控 美国国会众议员汤姆蒂凡尼表示 如果拜登家族与中共利益集团 真有利益交易 那就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应该查清楚 但我希望 如果证明其家族 有来自外国利益集团的金钱交换 而且似乎有重要的证据 证明这一点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正在向美国公众展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拜登家族的犯罪就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希望我们能将此事插个水落石出 提到国务卿布林肯近日的访华 蒂凡尼认为 布林肯应该像前国务卿蓬佩奥一样 有力地提出中共迫害人权 迫害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问题 我们每一天都要这样做 这很重要 中共在共产中国迫害人民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段历史 不管是天安门广场 还是法轮功 不管是哪种情况 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楚地表明 这是不可接受的 特别是现在 他们正试图输出这种迫害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国家 都有中共的警察站 针对中共在海外建立警察站 以及境外执法 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行为 蒂凡尼表示 这违背了美国的立国之本 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我们知道共产中国的情况 可是想想看 中共警察站来到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还不仅是这里 还有西欧 我们也看到了 我相信在荷兰和其他国家 他们也已经建立了 这些警察站 但非常清楚的是 他们中共想控制寻求自由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法轮功修炼者想要实践信仰自由 而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宗教自由之上的 自从99年720 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 已经过去24年了 蒂凡尼希望法轮功修炼者坚持信念 直到获得自由的那一天 我希望你能保持信念 因为我们美国人将永远支持那些相信宗教自由的人 更重要的是 这就是人权 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认同 我希望他们能保持信念 总有一天 他们能摆脱共产主义的桎 成为自由的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Steve Lenz 一文 尹生华 美国华府采访报道 世界新闻年会首度在台湾举办 聚焦AI地缘政治挑战 欢迎回来 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 3月被撤销保释后 至今关押在高度戒备的赤主监狱 目前何俊仁的健康状况堪忧 外界呼吁当局立即放人 香港人权律师何俊仁 曾受理过一系列人权案件 被称为香港的良心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 何俊仁被控所谓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去年7月底刑满后仍被关押 8月获准保释 但今年3月再次被关入高度戒备的监狱 我认识梁国雄和何俊仁很多年了 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是在香港监狱当中 何俊仁先生不单单是在中共在香港的监狱当中受难 而且他已经罹患癌症 他一直以来几十年以来都可以说是香港良心的体验 民主中国联合阵线主席盛雪表示 当局对何俊仁的迫害是破坏香港的法治 将促使更多人认清中共 何俊仁律师的案子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6月28日日经亚洲英文网以香港受迫害的爱国者为题 报道了何俊仁的遭遇 高度赞扬他为维护香港民主所做的贡献 俊仁他主张民主人权法制 依照基本法规定搞双普选 做一个律师的公民 他要求中国政府跟香港政府来落实他们在法律当中政治的承诺 这是做一个人民的基本权利 他的行为只会在香港会被入罪 在台湾或者美国或任何国家 都是受到这个社会大家共同赞扬的一个义举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曾建元表示 何俊仁因维护香港基本法而遭当局治罪 凸显中共政权颠倒黑白背信弃义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张丹霞 刘芳采访报道 世界新闻媒体年会时隔十年再度回到亚洲举办 28号在台北正式开幕 而这也是年会首度在台湾举办 今年议题也将聚焦AI科技 为媒体带来的创新和挑战 全球媒体领袖的重点年度峰会 世界新闻媒体年会首度在台湾举办 来自57个国家超过500家的媒体 近千位的媒体人在台北齐聚一堂 我认为台湾必须允许 its status 作为灰烈在一个增长的阻碍 奥状态和控制 在最近的年代 有些公司的公司创举办这种自由 我们都努力了很努力 他们有永远的试图 在台湾的媒体领域 他们也有专业的评论方式允许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年会 至此表示 去年经济学人资讯社报告 台湾被评为全面民主居亚洲之冠 今年无国皆记者组织发布的 全球新闻自由指数 台湾进步三名 在180个国家之中排名第35 也谈到了假讯息 已经成为民主国家最困难的挑战之一 The rise of AI has benefited us all but it also allows this information to be generated and distributed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Our bad response to propaganda and misinformation is more journalism ensuraing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rigor 而为其三天的年会 将聚焦在AI科技创新 编辑式转型 以及地缘政治挑战等 国际重要议题 以上是新常人野太电视 高建伦 曾心敏 台湾台北报道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倡导打假 假货主要来自中国 周三 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进行了一场特别的假货展示 来看记者报道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 四号航站楼这里 并不是在进行奢侈品的展销 而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在展示他们部分 截获的一些假货 其中包括这一个香奈儿的包包 上面就有拼写的错误 一大桌子展示了 各大假冒奢侈品牌的 包包服饰 还有礼品卡等 吸引出行的旅客 了解如何分辨假货 而这些假货大多来自中国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 在2022年度 他们截获接近两万一千批 涉嫌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假货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柯婷婷上镜 纽约采访报道 下面再来看到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日间新闻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台积电和工艺商计划从台湾 加派数百名员工 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 以加速当地工厂工程进度 目标是最快7月 能加派超过500名 有经验的员工赴美 特斯拉充电阵营在添新成员 继通用福特与Vivian之后 Vovo近日宣布 2025年开始 旗下所有纯电动车 都会配置特斯拉北美充电标准 充电规格 而Vovo是首件加入 特斯拉阵营的欧洲车商 正值母公司迪士尼 裁员数千人之计 创刊有135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也正在着手削减人事成本 根据外媒报道 国家地理传出 解雇最后一批特约撰稿员 未来杂志将由自由撰稿员 以及留下来的少数编辑完成 这也凸显在数位时代 转型的挑战 台湾经济部数据显示 台湾对东协投资 2021与2022年投资金额 分别为56.4亿 与47.32亿美元 仍然整体对外投资比重近5成 以民生资讯电子工业投资成长最为显速 新唐人达电视整理报道 全粉色巴比梦幻屋 7月开放两天 提供两名幸运儿免费住宿 加州马里布海岸线上 最近出现了一栋全粉色的豪宅 这栋巴比梦幻屋 即将在7月开放两天 提供两名幸运儿免费住宿 一起来看看 坐落在加州马里布山坡上的 巴比梦幻屋 一眼望去是五银的太平洋 全粉色的豪宅 具备了无边际泳池 环绕式阳台 户外舞池和健身区 为了庆祝真人版巴比娃娃电影上映 巴比梦幻屋将在7月21日和22日两天 提供两晚的免费住宿 每晚最多两位访客 想体验巴比的一日生活的粉丝 可以从7月17日开始抢定 根据Airbnb的网页 房东Ken将安排礼宾员 接待房客参观房间 并为房客准备餐点 但是巴比梦幻屋将不提供厨房 电视 洗发水和吹风机的使用 新唐人电视台 洛杉矶记记者站综合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3年6月29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4亿1518万7195人 前一天的生命人数为44769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